好的天氣好像有那麼一點冷 但是今天要來教大家如何敗家啦 首先要先提醒一下如果還沒有經濟能力的小朋友的話 記得這個動作一定要通過爸媽的允許才可以做 那任天堂上面其實有一個eSharp的東西 就是可以在線上買這個遊戲直接下載到主機裡面 雖然說羅卡是會建議大家就是購買這種實體的卡夾會比較來的好一點 但是有一些比較舊一點的遊戲呢 雖然是懷舊的遊戲啦 他就不得不線上購買了 因為他實在是真的買不到這種東西 找不到實體了啦 所以只能就是上網他付一點簡單的費用然後下載下來 可能500到800日幣左右的都有 所以其實台幣可能一兩百塊 300以內應該就滿臉到一些舊遊戲 非常懷舊的舊遊戲 那今天羅卡就要來帶大家到線上去買遊戲囉 我們一起出發吧 那首先要先點進來這個eSharp 那因為羅卡現在呢有看到一個非常懷舊的遊戲 是羅卡當初最早接觸到這個格鬥遊戲的十足 其實也不算啦 應該說非常早期接觸到的這個格鬥天王的遊戲 應該最早就是接觸到這個95跟96的這個格鬥天王 所以這一次羅卡就來下載一下這個格鬥天王95來示範一下 如何線上購買遊戲 那首先進來之後呢 左邊這裡會有這個遊戲的畫面截圖 那有一些遊戲還會有這個動畫 右邊的話有它的價格 823元 這是日幣 那當然也有可能會買到歐元的 然後進來之後呢 我是點 因為它可以信用卡付款 然後可以用點卡付款 然後PayPal付款 然後我是用這個信用卡付款 那信用卡付款呢 可以選擇這個固定的金額 或者是直接就是選你不足的金額 刷卡畫面的話就直接幫大家略過了 不然我的信用卡帳單可能會爆炸 刷了823元 然後這個是以日幣寄費 基本上呢 這個帳戶設定在哪一個地區呢 點進去這個eShop 就是會在那個地區的eShop 所以羅卡選的這個帳戶設定的是在日本 所以現在就進來 購買這個格鬥天王95 非常快就的遊戲 然後呢 點完之後 信用卡付完之後呢 就可以開始了 那大家可以看得到現在這個 下載的進度條啊 在下面 正在一點一點的補滿當中 等到補滿之後呢 我們就可以來進入這個 遊戲裡面 那有人問到說這個電池的電量表怎麼調出來 其實在設定裡面喔 設定裡面有一個最下面的系統設定 然後裡面有一個電池Buddy的帕數 應該蠻好找到的 然後把它打開就好了 OK 那現在就在等這個 直接把它跳過 那我們這樣子就完成了一款遊戲的購買啦 好 那這樣子就完成我們這個遊戲的購買了 那其實羅卡呢 還是會建議大家 如果再有可以買到實體卡夾的這些遊戲的話 還是會買實體的會來的好一些 畢竟羅卡覺得說存在裡面 雖然在選這個遊戲比較方便 就是換遊戲的時候比較方便 但是它吃的容量也比較大 而且如果跟著主機走的話 主機有些什麼問題都要重新下載 其實也蠻麻煩的 所以羅卡會建議就是說 買這個實體片 還可以以後 未來如果玩完了之後呢 可以做這個 跟同學啊 好朋友啊 做一些交換的動作 這樣子羅卡覺得是來的比較好一點 但是呢 這些比較舊的遊戲呢 還是得用到我們的這個 一下不來下載 那這個上面呢 有很多非常非常懷舊的遊戲可以下載來玩 至於信用卡的部分呢 剛才在這個 信用卡的刷卡頁面上面啊 其實它是支援Master卡跟這個Visa卡 所以說 再次有人問到說 JCB這些有沒有去支援到 好像是沒有 而且據羅卡剛才刷卡的經驗啊 羅卡有用了一張這一種金融提款卡 就是金融卡兼信用卡的功能這一種 那刷了之後呢 欸不行 後來羅卡就會換了真正的信用卡來去刷 欸就夠了這樣 那以上就是今天羅卡在線上 eSharp購買遊戲的這個過程 然後跟大家稍微分享一下這樣啦 那記得控制好自己的合謀 因為eSharp這一種實在是太過方便了 好 那祝大家都可以玩得非常愉快 也可以找到很多自己喜歡的懷舊遊戲 那今天的影片差不多到這邊就結束啦 喜歡我的影片的記得幫我點個喜歡並且分享 也別忘記訂閱我的YouTube頻道 我是羅卡 我們下次見喔 掰 我們下次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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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